好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我们对这个枚举类型的做一个收尾 那么在收尾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想给大家能扩展一些 可能我们写代码的时候用的比较少的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的地方 好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m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 intm 好那么这个intm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之前我给大家举的试例里面 每一个枚举类型的具体的曲织 我都是拿数字在做这样的一个举例 那么但是实质上来说的话 它也可以是字不串 这样的一种做法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说如果我们强制要求 这个类VIP类下面的每一个枚举类型 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不允许出现字不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承这样的一个intm 好 好现在我们来先把这个端代码给运行一下 好像VIP我们把它给删掉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一种定义 有没有问题 之前我记得我演示过了 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成功的 对这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c5.p了 好它不会报错 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个VIP类的继承intm 好我们看一下 它就会报错 因为如果你是intm的话 你必须每个数值都必须是这样的一个 int类型的值 好我们改了之后再看一下 它就不会报错了 好这个是第一个小支持点 就是intm和m的区别 m并不会对你上面的这些具体的数值 有这样的一个整形的限制 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想限制 你的这样的一个 每一个不同的枚矩类型 不能取相同的值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上级课讲到过了 如果两个数据相同的话 Green其实 Green的枚矩是不存在的 它将演化成Yellow的一个别名 但是假如说 我想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产生 如果我这样定义了之后 我想让Python给我们在运行的时候报错 这个情况是怎么办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VIP这个类做一个限制 好那么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再引入一个UliCrow 这个UliCrow是一个装饰器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 按UliCrow使用这样一个装饰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定义了两个相同的值的话 Python会不会给我们提示 这样的做法是不允许的 好再次的运行C5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发现 这里Python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错的提醒 Dumplicated Venues Found In 这样的一个VIP Green和Yellow 它们也就是说Yellow和Green 它们的取决是相同的 而在我们加了UliCrow装饰器之后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好那么我们的美举这部分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最后给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扩展 这个对有编程经验的同学提一下 就是这个美举 它在Python里面的这样一个实现 美举类型在Python里面 它其实实现的是一个单列模式 也就是说对于美举类型来说的话 你是不能够去实力化的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也是美举类型相对于普通类的一个区别 美举类型 你来对它实力化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用一种单列的模式来实现的 是如果懂设计模式的同学 人应该知道 这个是二三种设计模式 最基础的一个单列模式 单列 那么有些东西可能会对设计模式比较感兴趣 那么这里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不建议大家去买这样一个单列模式的书 然后使劲在这里看 这个我是不建议的 设计模式的出现 它是为了去解决我们软件工程里面 这样的一个频繁变化的一个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把它带入到实践中 把它带入到实践中 再去学习这个设计模式 换一句话来说 设计模式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说它是不是必须的话 那么我认为不是必须的 设计模式 但是以我的一个经验来看 如果你在一个小公司里面 到处去使用所谓的设计模式 反而会对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工程 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的同事和你的team里面的成员 可能并不懂你写的这些所谓的设计模式 然后设计模式 它的出现本身 却是为了去防止你代码去频繁的变化 但是在一家小公司里面 代码经常重新写重新重构 或者是改的乱七八糟 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这不是说是一个人能够去解决的 这个是需要团队的所有的成员 对代码的质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如果说你尝试着用设计模式的方式 去解决你现在你们团队代码混乱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为什么 因为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你看很多人给你天天吹设计模式 多好用 但是实际情况 我觉得无非是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是根本就没有用到设计模式 只不过大家都说设计模式好 然后为了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格调 所以说他也会说这样一个设计模式好 那么这个是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 就是确实是用到这样一个设计模式 而且设计模式也帮助他的团队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前提条件是他的团队 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都足够的优秀 都对代码的质量和美观有这样的一定的认识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上面 设计模式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一种东西 我的建议就是在我们大家编程的初期 不要过度的关注这个设计模式 等你写了两三年三四年代码之后 如果你确实是一个不满足于只实现业务 而是经常会关注你自己代码写的质量高不高 如果你确定你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员的话 那么设计模式就比较适合你 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的烦恼和问题 如果说你写了几年代码 然后你还是只关注这个业务功能的实现 仅仅是把这个业务写完了就算完事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设计模式可能就跟你真的是无缘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是每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很多时候还是说是需要有一个环境 你要知道把一段业务逻辑平铺直续的直接写下来 和用这种设计模式来构建这样一段代码 他们在初始阶段所花的成本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设计模式的优势只有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说你要去衡量一下 所花的时间成本到底值不值得 有时候出现了一个业务的变更 我们可能只是改一个变量的值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说我们套用设计模式的话 你还要去给它补一个类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过了对扩展是开放的 对修改是关闭的 如果说你严格的按照唱一种设计原则来的话 有时候是得不偿失的 好 那么这一刻就跟大家相当于先聊一下 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说你是一个做产品的 我说的产品有点类似于是平台 而不是说是项目 大家一定要理解平台和项目的区别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是一种可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东森产品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设计模式 如果说你只是写一个小项目的话 我并不建议大家能过多的纠结于设计模式 因为来说的话 对于项目来说的话 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并不长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比较快节奏的时代 我说的这个项目 可能并不是大家理解上的这样的一个广义的项目 我说的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在于这种 纯粹的靠业务逻辑支撑起来的这种项目 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确实是不建议大家用这样一种设计模式 然后另外的一种 我刚刚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化的东西 相对项目来说的话 生命周期确实是要长一些 好 各位同学 关于美举 我们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目再见 我们下节目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